阿塞尔森赢球丹麦逆转出现 单打低迷印尼险胜泰国 北京时间10月8日消息 汤油杯决赛阶段结束第三日的争夺 汤姆斯杯的两大夺冠热门纷纷遇到麻烦 印尼队在前两号单打输球的情况下 以3比2险胜泰国队 阿塞尔森带领的丹麦队 在一度1比2落后的情况下 逆转战胜德国队 收场金庭苦战了一小时28分钟 以1比2不敌泰国队的王高伦 A组另一场比赛 中国台北队以5比0击败阿尔及利亚队